2021 OPL春季赛总决赛 5月29日 LF对决ODG 经历十周的棋展 OPL总决赛正式开幕 最终 LF敖战七局 以春季赛一场不败的12连胜 拿下总冠军 其中在第四局 Code傀儡师配合队友凡达 拿下三大神器 帮助队伍拿下赛点 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季后赛以来 Code打出场军击杀3.5 场军KDA5.0 场军死亡 仅1.4次的优秀战绩 而在总决赛中 他更是以27%的伤害战比 358.8%的伤害转化率 拿下春季赛FMVP 我们看一下下路这边 星夜手里的顺步已经是交出来了 反手他路直接控 别安花的大招是成功的分割了 这边的后续 只有一个小伟在后排 能不能去上好像 宇转金的 没有把下王打出来了 这个上海太棒了 宇转金 哇 走吧走吧 只剩一个卡操了 完了 要被带走 BP阶段 AVF选出迷豆子和谢姬 率先加强控制能力 再选出玉藻前和二口女的长手双破格阵容 最后选出傀儡师 增加前中期能力 整体阵容曲线平滑 在中期更占优势 而反观 ODG也选出了狸猫 加上笔案花的双团控阵容 加上白藏主 控制前期野区 和玉转金 作为后期主C 最后选出石萌墨墨增加控制 阵容整体偏向后期 比赛开始 ODG主动选择换线 并且上下两路 同时选择入侵野区 狸猫成功抢下麒麟 影响Code开业节奏 但双方之后都打得比较保守 没有爆发战斗 直到第五分钟 小伟的谢姬 在上路找到机会 单杀玉转金 拿下初始之一 而Code也在下路 配合二口女推下下路一塔 并且顺势拿下十具 比赛来到第十分钟 大蛇刚刚双心 ODG想要凭借玉转金 超快的打蛇速度 偷偷拿下大蛇 但LF也觉察到ODG的战术 黎豆子在正面 引出比赛花大招 Code则在侧面 使用二技能开事业后 降服抢杀大蛇 并且顺势击杀石墨墨 状态不佳的ODG只能撤退 LF凭借兵线压力 再次拿下十具 Poke能力再次增强 但在之后的下路推进中 ODG凭借比赛花 和狸猫的大招配合 成功化解了LF的进攻 打出二换三 阻止了LF的推进节奏 比赛来到第十七分钟 二蛇已经刷新 LF率先站住大蛇处事业 ODG则选择换年兽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给拥有两条十具的LF 拿下年兽的话 双Poke阵容的伤害 将会获得质的提升 但此时 LF3C的经济都已超过一万 Code更是领先白藏主2000经济 拿出了无字枪 奇色大视魔丸 即兴无梦 森罗万象和鬼刃鹤丸 足足领先两个大剑 随后双方在中路互相试探 神木的玉藻前 两发精准的堕天 把ODG三人消耗之半血 二口女和谜豆子 则在推线的路上 捉到玉转金和石墨墨 双方瞬间在年兽处 开启团战 玉转金和比岸花 率先交出大招反挡 逼出了二口女 交出顺步后撤 小伟的泻击 也使用顺步加三技能 猛泻扑石 眩晕比岸花和玉转金 拉扯开ODG阵型 Code 则使用近战形态 二技能密技乱武 加三技能密技引线 击杀石墨墨 猕豆子则使用 一技能裂地 击飞切入的白藏主 Code顺势转换远程形态 打出被动伤害拿下 而血击在三人包围中 配合玉藻前的远程伤害 打出了玉转金的复生之酒 Code交出顺步追击 击杀狸猫 拿下三大神器 一蓝的二口女 也在乱战中击杀玉转金 并且开启大招 对不起 配合神木一发精准的堕天之力 拿下撤退的彼岸花 打出完全封印 LF随后凭借白鬼兵线 一波赢下这局比赛 拿下赛点 在这一场比赛中 Code在双方争夺节奏点的 关键时刻 抢下大蛇 为队伍掌握优势 并且在最后一波团战中 打出超高伤害 拿下三大神器 帮助LF拿下赛点 最终 以十二连赦的王者之资 赢得OPL春季赛冠军 成为三冠王 而Code更是以完美发挥 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二个FMVP 让我们再次祝贺 LF冲回宝座 战获2021OPL春季赛 总冠军